读情 读情 至于 解释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我刚刚路过释航路工房 他们现在在招人 给他运营可高了 只可惜 他们只招女工 你想干吗 就算招难的 你也不能去 顾夏合 你给我好好读书 学妃的事情 姐会帮你攒够的 姐 那你是不是想要去试试啊 我想进的 是朗里春 朗里春 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给的 运营更高吗 不是啊 我总觉得这个朗家 有我想要找的秘密 秘密 所以我一定要进朗里春 你好 我想问一下 那两个进去的人是谁啊 那两个人啊 一个是工坊的监工尚师傅 一个是朗府的管家全书 全书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找我来了吧 姑娘 别走啊 你要去哪儿我送你 又不找你送 美丽啊 心 心情不好 学叔 少爷 少爷 您怎么来了 胖子从外地来两个朋友 过生日 点名要咱们朗里春的胭脂膏 我这不带他来选两件吧 好让他带回去 给他朋友显摆显摆 真是有趣啊 堂堂石航路的大公子 怎么会跑到我们朗里春来买东西啊 那是因为咱们朗里春的好啊 少爷 我正好有事找您呢 说 刚刚石航路的员工 又跑到我们这儿来招工了 不过我刚把他们赶走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一次比一次过分 就超到店里来抢人了 女工都已经少了一大半了 我爹太不懂事了 真给我丢脸 你放心啊 我回去就跟我爹说 算了 你也做不了你爹的主 来去自由 想走就让他们走吧 可是再这样下去 朗里春的墙角就要被人挖空了 挖空了可以再招我 怎么着 我们朗里春的牌子 比石航路矮一截啊 胖子 你爹要是乐意 让他把全昆阳城的闲人 全都招过去才好呢 你别冲我使劲啊 跟我没关系 少爷 那您看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顺其自然嘛 他要是不嫌撑的话 让他招 行了 全爽 赶快带他去挑两人东西 记住 捡贵的挑 什么贵 挑什么 一分钱都不能便宜 好嘞 赶紧的吧 那什么 能让他陪我挑吗 我 我 我 知道了 知道了 上个月的账本我也看过了 店里零星销售数字持平 分店的各样收账都在下滑 各种产品之中 除了朗家祖传的鹅蛋粉还算可以 桂花头油 胭脂 纯脂 这些单品售卖成绩都不佳 照这样下去 朗家在昆阳胭脂的第一块招牌 很快就要被人取代了 还有啊 工坊那边的产量 每一个月都在下降 南洋的那几份订单 离交货的日子也不远了 你到底是怎么安排生产计划的 我还听说啊 工坊属守女工流失严重 这些事情你到底有没有过问过 你是想让祖上传下来的 朗里春招牌毁在你的手里吗 爹 朗里春招牌毁在你身上 我早就跟您说过 我就不是金银工坊的料 您非要赶紧让他上下 你不是这块料 朗家上下谁是这块料啊 送你刘洋 送你专程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朗家对你寄予多大的厚望啊 你难道就是这样 回报朗家的吗 天天就知道混在女孩子堆里 对生意是一点都不上心 我看你是越来越不成器了 爹 您别生气 这个气打伤身嘛 我已经开始招人了 而且啊 我发现了几个非常不错的 我很有信心把他们培养成 我们朗里春未来的顶量柱 不过我还是不满足 还有这个招人的事 我会继续下去的 优胜略态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还有这个石航路挖人的事情 他们想挖就让他们去挖呗 南洋的订单我们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腌制行业的淡季 再有活儿怎么也得是明年开春的时候了 所以他们现在挖人肯定也是白养着 亏本的是他们 对了 爹 那个 还有成人礼不是刚结束吗 这后面啊 肯定是个成交的下滑期 不过啊 后面的慈善晚宴 倒是又需要胭脂水粉的时候 爹 您现在明白 你儿子每天跟这些女人 混在一起的苦衷了吧 还有您说的这个 朗里春招牌的事 我呀 不就是想搞点创新吗 那您说老祖宗留下来的那点东西 他早晚不还是得用完吗 是吧 你这话倒也有几分道理 最近啊 我也时常在琢磨 想把祖上传下来的 红艳胭脂发扬光大 爹 您能别老提那老三样吗 你可别小瞧这老三样啊 当初那可是皇家御用的名品 只是制作工艺繁琐 从选取材料到制作流程 只能选用卫驾少女来完成 所以制作工艺 确实是非常繁复 爹 你说卫驾少女是吧 我觉得这个行 爹 咱们就上这个产品 这样 明天我回到工坊 我再继续招工 好吧 卫驾少女这个好 爹还是你厉害 姜还是老的辣 不是白说的 卫驾少女 靠谱 我说梵珍 我说梵珍 你这都找了一上午了 到底有没有找到 您说的那个海棠姑娘 你会不会弄错了 不是所有姑娘 都会报名学做胭脂的 她就像是为胭脂而生的 朗里春要是没有她 一定少了很多生机 海棠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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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珍啊 我是陆梵珍 成人礼上你帮过我 你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 我龙默化 还没开始欺负人呢 怎么轮得上你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刚刚谢谢你帮我几围 我叫梵珍 很高兴认识你 我想起来了 我上次想谢你呢 但是找不到你人 你谢什么呀 我那个就是举手之劳而已 你怎么也在这儿 也来报名的 我已经排在前面了 你跟我一起去吧 我不去了 我就在这儿排着就行了 那我跟你一起 凡真 这做女工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不怕吃苦的 我想成为像你一样的人 再说了 我已经成年了 能为自己做的事负责了 你真想好了 我都没有事负责了 没事我没事 没有事负责 我没有事负责 不得有事负责 什么事负责 不是 你们自己负责 你不行 自己负责 要是什么问题 要是什么问题 我现在已经负责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记得还挺清楚的 我现在通知你第二件事情 我答应了 真的呀 抱歉 我不答应了 你 说话不算数 不过也没关系 我自己参加考试通过考核就行了 可以呀 我来考 又来 又想来上次那种无聊的试题是不是 不好意思 我没混陪你玩了 想不想金狼里纯啊 想 那参不参加我的考核呢 参加 给你一分钟 证明你的实力 我眼力好 再难分辨的花朵 我都能分辨出来 第七 我嗅觉也特别灵敏 我可以快速地去分十几种花香 幼稚 反正胭脂方面的知识 你随便问吧 我都能打出来 你还有三十秒 老少爷 你知道这香粉 应该怎么用吗 当然是往脸上用了 错 难不成还洗澡用啊 人且就出去 这样子 你也不想让我都能够 去忙 你去 还要没救 啊 怎么回事 这方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只要清楚地知道自己 到朗里纯的目的就行了 先讲明白 进入工坊以后 给我好好地监视一下 工坊里所有的动静 我听说朗家最近有一大笔的订单要出 该怎么做 你自己看着办吧 那 我父亲亏空施行录财物的事 只要你乖乖地听话 我会考虑的 你怎么老跟着我啊 我不是答应你要去工坊了吗 送送你 送我 不是献殷勤 我可销售不起 我献什么殷勤呢 你以为真的是我啊 要不是你上次救了我爹 我爹非让我拿点东西 去你们家登门道谢呢 那 你爹的好意我心领了 可是你就算了 因为我看着你就觉得 没有什么好事要发生 我求求你快点走吧行不行 别老跟着我了 我发现你这人挺逗的啊 你把那天小偷的账 全算到我头上 你觉得你讲理吗 也对啊 因为跟你讲道理 你也听不懂啊 好啊 那你走你的 我跟我的 这怎么能行呢 我一个大姑娘家的 我还没有嫁人呢 你跟着我呢 别人看了怎么想啊 那说不定 跟着跟着就嫁了呢 猴脸屁 海棠 海棠 海棠回来了 大娘 我回来了 又出来买菜了 海棠 今天做什么好吃的了 到我家去吃吧 不用了 大娘 我走了啊 好 海棠 大姐 雨好新鲜啊 大娘 今天卖得怎么样啊 不好 卖不出去啊 对了 我娘说了 稍后买点这个菜回家的 你都给我包起来吧 好 来 谢谢姑娘 赶紧回家吧 大娘 走了啊 海棠 你回来了 大爷 你又给她钱了 你这丫头 心真好 大爷 这些菜 你拿回家去吃吧 我们家有 哪怎么好意思呢 我先走了啊 拜拜 姑娘 姑娘 稍等一下 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这附近有没有一个 叫海棠的姑娘住在这儿 她会化妆 长得还挺漂亮的 等会儿 那个 你们找她干什么 我们有事想请她帮忙 想让她将我们化妆 化妆 那个 我们不认识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是吧 不认识 明明有人说她住在明罗巷 我们才慕名而来的 不认识不认识 要真的是大化妆师的话 怎么可能会住在这么破的地方 你看看你看看 她不会 你刚才什么意思啊 我 我没什么意思啊 不是 你看看她们 一个个穿的花枝招展的 一看就不是正经人 而且你看见她们没有 瞧不起你 顾海棠 顾海棠 你是 我是易蓉蓉 我们在成人里的时候见过 你就是给莫化化妆的那个吧 对 姐 夏合 是你啊 夏合 你们认识啊 姐 这人说咱娘是小偷 娘 看看这面的布 好 好 好 刚才我和娘去买米的时候 娘走丢了 我找着娘的时候 她抓着娘的手 你这个小偷 说咱娘是小偷 你这个小偷 我选的才行 转眼却到了您的手里 看你穿得还算周整 没想到做出这种偷偷摸摸不要脸的事情 姑娘 我没偷 我只是看看 她手里抓着东西又拿不出钱来 你就是小偷 我没偷 大家看看 怎么了 让一下让一下 娘 娘你怎么了 小偷 她她说我偷东西 你认识她 娘没事了没事了 她偷东西 偷东西 我娘怎么可能偷东西啊 不可能 她手里抓着彩线 这不是偷这是什么 我觉得 这肯定是误会 我替我娘 向你说对不起了啊 走吧娘 你就是小偷 自己出来偷不要紧 还带着儿子出来偷 你怎么教的孩子啊 你让别人教的孩子啊 我再说一遍 我们不是小偷 人赃俱在你还敢抵赖 怎么教的啊 夏河 你是不是拿别人家东西了 你快告诉我 你是不是拿别人家东西了 你怎么能拿东西呢你 你快还给人家 大家看看啊 她不承认 她娘都承认了 快还给人家 对不起啊 娘 什么都对不起的啊 对不起 真对不起啊 小姐 快还给人家啊你 行 怎么能拿人家东西呢 我为了息事宁人 就赔她钱了 你不看见了 钱都给我了 你就是小偷 你还抵赖 你 娘 咱们走 你就是小偷 关键是 那会儿娘怕的 都快跪下来求她了 夏河 那娘怎么样了 回家了 你赶紧回去陪她 快去 易小姐 事情既然是这样 我们也百口莫别 不顾你说多少钱 这钱我赔给你 什么赔偿 都过去了 是一场误会 是我误会你娘了 我要知道她是你家人 就算了 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易小姐 话不是这样说的 一码归一码 如果我娘真的透露你东西 这钱我一定赔 不用赔偿 海棠 我想和你交个朋友 还想聘请你 成为我的造型师 当然 我会给你工资 而这份钱 足以改变你现在的生活 住在这个坡地方 没什么意思 易小姐 我觉得交朋友 需要讲求缘分 但是咱们并不投缘 再说了 我觉得我住这儿挺好的 生活也挺好的 并不需要改变 住在这儿的人 最希望的就是 离开这里吧 你再好好想想 换一种方法 换一种思维 谢谢你的提醒 我从小就是死脑筋 姑娘 你太骄傲了 海棠 老少爷 谢谢你送我回家 谢谢你送我回家 我家那么小 就不留你做客了 不送 你看你 这么冷 我拎这么多东西 好歹让我进去坐一会儿 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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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来客人了 这位是 伯母妈 我叫老月轩 海棠的朋友 月轩 朋友 正好 我们正准备吃饭呢 吃了饭再走吧 太好了 真好饿了 走走 来 娘 快叫他急上来 他有急上 我有什么声啊 你看娘多好客 来 坐 好好 夏和 把这个菜 给那个齐干奶奶送过去 好 好 你看你弟弟没听沐秀的 一看就是个好孩子 好什么好啊 皮湿得很 以后啊 你得多教教他 好 以后我多教教他 这天也不早了 你该回去了吧 要不然 你娘该担心了 对啊 你娘不是让你回家吃饭吗 快回去吧 瞧我这记性 我这烧着水呢 海棠 你送送他啊 放心吧 娘 我就不送了 走吧 你娘 我娘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爹就失踪了 我娘因此受到刺激 所以有时候清醒 有时候迷糊 我跟你说这么多这个干嘛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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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海棠 海棠 又干嘛 我是想提醒你 明天工房第一天上班 别迟到了 我从来不知道 你会不会 Mrs 老师 魂雨金 到 刘媛媛 到 谢子威 到 李佳思 到 杨嘉倪 到 第一天上班 别偷懒啊 曾荣 到 徐雪松 到 高启帆 到 你明了 大家都跟我来吧 这些展品 均出自我朗里春 香粉号工坊 按年代历史排放 自明崇祯年间至今 朗里春生产胭脂香粉 已有三百年的历史 历年御用禁贡 莫说是昆阳 乃至全中华 也非朗里春莫说 我们也把这些精美的物件 带入寻常百姓家 奢华 质朴 让每一个人 皆可一擒方子 在你们为这些精美的盒子 感叹的时候 千万别忘了 盒子里的内容 才是精品 我们就说这个红燕胭脂 是朗里春祖传下来的 它的包装设计 纯雅而高贵 正说明了它的品质 自然纯粹 不染陈俗 也正是因为它的制作工艺 极其考究 它已经停产了三十五年了 三十五年 你们有没有信心 让这只红燕重回人间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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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你应该是发烧了吧 我也觉得 我脸热得像发烧一样 要不你摸摸 这些少爷真的好帅啊 你看 你来看青菜来 青菜 来买点青菜吧 青菜 来买点青菜吧 我回来了 姐 上了一天宫累不累啊 累死了 快快 进来 累得我头晕眼花的 你让我回来了 回来了 今天这天怎么这么红啊 肯定要下雨了 姐 你今天怎么样 怎么了 你别动下壳 你今天脸怎么了 我怎么了 怎么黑里带红红里带黑的 你是不是摸我胭脂了 我一大老爷们儿 我干嘛问你胭脂啊 你才多大啊 就爷们儿爷们儿的 不是你说的吗 我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而且自古以来 不都是大老爷们儿赚钱养家的吗 就你 你看那小脸红的 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还顶梁柱呢 夏和 你是不是干什么坏事了 告诉姐 姐 你怎么了 今天上了一天宫回来 神神叨叨的 行了 洗手去吧 神神叨叨的 今天这米饭真好看 红红的 娘 你今天是用米线水蒸的米吗 海棠 想吃红米线了 娘明天去给你买 来 姐 你眼神有问题啊 这明明是一碗白米饭 你的也是啊 是啊 我终于明白了 我跟你们说啊 今天我在一间白色的房间里面 看了一整天密密麻麻红色的纸 搞得我现在看什么都是红色的 我看你 你们全都是红色的 这么夸张 不过话说回来 也是这么个道理 夏和 你有没有听说过 祭昌学舍的故事 没有 姐给你讲讲啊 这个祭昌在学舍见的时候呢 并没有魔攻 而是练眼神 他找了一只狮子挂在门框上 每天看每天看 过了几天之后呢 他觉得这个狮子变大了 又看了几年之后 他觉得这个狮子 跟车轮一样大 最后呢 他就成了射箭的高手 你听明白没有 嗯 明白 志才 明白 明白什么呀 一看你这样子就不明白 我跟你说啊 你真得读书了 你每天这么玩不是这么回事 姐 我哪儿玩了 你看 种菜的是我 养这些鸡的也是我 娘 还不是我陪的 夏和孝顺 也要知书达理呀 姐给你保证 下个月领了工钱 马上送你去读书 真的 当然 太好了 快吃快吃吧 进入工房之前 一定要沐浴更衣 工房内尽是齐花溢草 一来 预防污染花草本身的味道 还有效用 二来 生产出来的成品 将被人们用在身上 所以卫生至关重要 我们工房内的齐花溢草 在筛选的过程当中 每一种都有特殊的味道 特殊的效用 所以哪怕你们指甲里的 一块泥 都有可能影响它的效果 各位辛苦了 经过这几日的变色训练 你们终于可以独立地责花了 那就请你们发挥出 这几日所学的知识 挑选出最纯美的花瓣 拜托你们了 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了 这卿尘带回的玫瑰 是 蓝少爷 都开始吧 第一次感受到 制作胭脂是这么神圣 爹 你也来过这里吗 我荒废的今日 正是昨日隐身之人 祈求的明日 我荒废的今日 正是昨日隐身之人 祈求的明日 没有现在 就没有未来 没有现在 就没有未来 我荒废的今日 正是昨日隐身之人 祈求的明日 在时间的大钟上 只有两个字 现在 这人是谁啊 鬼鬼祟祟的不让你们 向外面做什么 就没有未来 就没有未来 没有未来 都干什么呢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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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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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义主任 顾小姐 我们不能录取顾夏和同学 为什么呀 义主任 咱不是谈好了吗 我这学费都凑齐了 怎么又不能录取了呢 顾夏和同学 成绩确实不错 可是作风有问题呀 作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街头行窃 但功伤人 据我所知 还爬墙头偷看女学生 这些都是事实吧 不 这绝对不可能的 义主任 这肯定有误会 他是我弟弟 他什么人我很清楚的 绝对不会的 你听我说 义主任 别叫了 叫了也没有用 这么说 义主任 会做那样的决定 都是因为你的误告 什么误告 我可是有真凭实据的 堂堂圣约翰的教导主任 难道会空穴来风吗 那还不是因为 你歪曲了事实 你放心 无终生有的事情 我一定不会让它发生的 我会去解释清楚 还我弟弟一个清白 义主任是我爹地 你说他会信你 还是会信我 你 我跟你姐弟无冤无仇 犯不着故意识班子 只是我不习惯 求人还被拒绝 我也要让你尝尝 同样的滋味 你 快一点 快一点快一点 快一点 华吉利 好久不见 好美班别来无恙啊 亲爱的学生 请叫我华吉利 我喜欢这个名字 买班我不喜欢这个名字 对对对 吉利哥说得对 咱们在国外的时候 都那么熟了 不客气 我喜欢这个话 我要的货 都到这里了吗 全都在这儿了 货都出来好几天了 就等着你来了 水路难走 处处关卡 吃了几天了 鱼来了吗 幸亏你今天来了 这两天天天下雨 你再不来 这货都发霉了 对呀 我跟他的货一样 我都嫌得发霉了对 走 你们干什么呢 搬箱都不会搬 摔坏了你们能赔吗 对不起 少爷 对不起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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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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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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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自从上次 承认你之后 咱们老家就没太平过 您说这倒是是 这个你不用多问 赶紧去处理订单的问题 知道了 我们们之后 请不吝点赞 下集标 mientras 都在识化 进入 准备 下集标